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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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Toto 我现在来到台北市这里 今天我们来吃一家 我觉得很特别的拉面店 湖湖 来 让你看 來加 日式咖哩加白飯吃到飽 好 這邊還有寫 無限加湯 哎唷 各位啊 你們有沒有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拉麵店 你在這邊內用 它有提供免費的加湯 還有免費的白飯 還有免費的咖哩醬 我就覺得非常的特別 而且重點是它的售價 我是覺得 算蠻平價的吧 它這邊也有這種商業午餐 你看 週二 週三 週四 週五 它的這些拉麵的價格 真的是我覺得 很OK吧 很有誠意耶 我之前也是路過這邊吃的時候 我就覺得非常的驚艷 因為它的口味啊 跟我們熟悉的拉麵 竟然是非常的類似耶 雖然口味可能沒有到這麼的濃 可是我是覺得 各位啊 拉麵新手店 這個價格 你們可以接受了吧 那等一下我們就進去吃吃看 農氣屋它的表現會是如何吧 Let's go 3 1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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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4 4 5 4 我們都一共兩個日本一個韓國 在台灣有五個餐 嘿 啊 了解 謝謝 那今天喔我是想要點它有一個拉麵叫口紅拉麵 它這個拉麵我真的覺得 不得了啊 那今天齁這家拉麵店它一樣是可以提供客製化的選項 那當然是細麵 這邊就不用看了 選個大蠟 洋蔥 好啦 反正這種可以客製化的東西 我們重度愛好者就是 能濃則濃 能多則多 能硬則硬 好啦 那我們去點餐吧 欸你有 那你要一個口紅拉麵然後細麵硬一點大蠟的 欸對 那你的主部是270元 我前面可以收動5倍券嗎 啊 可以 欸好 是我們等級別的 欸 喔 等級別的就可以上來 喔 好 等級別的一碗 當然 欸好 謝謝你 謝謝 欸 試說各位啊 我今天我有準備的這種電子秤啦 就想說我們來量化一下 等一下我們可以吃的量呢 不知道各位覺得如何 有啊 這個盤子可以就要看 這樣就行了 謝謝你 謝謝你 這個食物 嘿 老闆 招待 煎餃 謝謝啦 各位啊 剛剛店家他招待我們吃煎餃 我們先量一下這些重量啦 那我們開動囉 當然吃拉麵我們要先喝一口他的湯 讓這個湯打開我們對拉麵的味蕾 這個辣非常的濃郁啊 JJ牛連要吃 嗯 哼哼 對啦 他這個薄多拉麵 它吸滿了這個湯汁濃濃的香氣 而且它這個辣 我叫大辣 但它不是辣 它是有一種很濃厚的麻 它很舒服的麻在我舌頭上 這菜也是煮到非常的軟爛 我們直接來吃吃看這個尖角 它是韭菜口味的 我覺得很香耶 它這個醬油是特製的醬油 不是我們一般常見的化工醬油 我覺得除了拉麵之外 連它的這個尖角色的 都會讓我感到驚艷 我來吃吃看叉燒吧 拉麵中的經典 拉麵中的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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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那邊放一些醬油 拉麵中的醬油 多汁 嘉賓 我们拉面已经吃完了 我们去拿它的白饭加进去吧 好OK我们把它加到汤里面去吧 让剩下的料啊还有蛋 跟饭汤综合在一起 它又是另外一道属于你自己风格的料理啊 一口煎饺还有一口饭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五星级的享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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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好奇啊 你們吃咖哩飯 你會習慣把醬跟飯先拌均勻之後再吃 還是淋醬之後就直接挖飯吃呢 它這個咖哩裡面雖然沒有放主食肉之類的東西 但是它裡面有含洋蔥紅蘿蔔等等的蔬菜 他們將它切得非常的細緻之後 然後煮進來 它這個蔬菜的香氣還有甜味 它都煮進去這個醬裡面 要它這邊有提供冰水 還記得我們之前吃nagi的時候有說過嗎 拉麵店不管什麼季節提供冰水 就是一個很有誠意的表現 我先拿一份咖哩來吃吧 我先拿一份咖哩來吃吧 还有这个七味粉 我们帮它调味一下吧 我来给你的面粉 盐 盐 大碗 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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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我們吃完第二款咖哩飯了 我們等等再去拿一盤 應該OK吧 喔 各位 它剛剛湯匙燙爆了耶 我覺得今天這盾真的是太美妙了 從頭到尾就是澱粉 澱粉還有澱粉 OK 各位 我們已經吃完了啦 那我們等等出去外面做結尾吧 是說今天台北的天氣實在是非常非常的炎熱啊 給你們看一下 今天12月15號 台北溫度28度耶 天啊 這個是什麼天氣啊 這跟夏天一樣熱耶 不過我們來說說我們去吃濃氣味拉麵的想法吧 濃氣味拉麵是來自日本福岡的一間拉麵店 福岡它就是在九州 而且說到九州風 當然我們就可以想到豚骨拉麵 還有伯多細麵 呵呵 我們剛剛去吃的濃氣味 它所在位置是台北市的大安區 而且而且大安區那一邊 有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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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拉麵 而且是各種不同風格拉麵都聚集在這一塊 這間店真的是太強了 從它拉麵的麵條湯頭配料 哦 它整體綜合起來 我覺得就滿足了 當然你今天不想吃豚骨拉麵的話 它也有提供鹽味拉麵跟醬油拉麵 它也是該要的都有 那各位啊 你們看到這邊 你們會想來這邊吃吃看濃氣污拉麵嗎 還有如果你喜歡我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訂閱加分享 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看到你喜歡看的影片 也歡迎各位一起加入頻道會員 一起成為邊緣的美食家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見囉 掰掰